批法务部说谎 费死小组九人退出 法务部两年前成立费死小组 邀请律师顾立雄等27人担任委员 不过原定本月21日开第五次会议 不但没开还禁止执行枪决 引发部分委员不满 昨天扬言退出小组 我们今天总共有九个委员退出 我相信他已经没有办法运作了 保持一点尊严 保持一点丰富 不要让这个说谎的法务部 继续这样子得寸进尺 律师顾立雄痛批政府虚伪无能 这个马桶会要出来讲得清楚 一方面也说我们要祝福会出实际 但是一方面却让这个小组 比如说完全填磅 虚伪变成一个可耻的政策 顾立雄也批评法务部长曾永夫 推动费死不够积极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他出现在这个小组 的讨论上面 我们没办法接受的是 法务部说推动废除死刑 不是政府的政策目标 对这个小组的运作并不积极 曾永夫昨在花莲监狱参加座谈会后 面对记者询问再度强调执行枪决是职责所在 动新闻综合报导 词我认可 词 我计论 词 词 驮 这个 词 词 词